春季帆风关键期 看养风人老马有啥妙招 前夕十年培育 安山花农育出绿花金子兰走鞘市场 北大风遇上倒春寒 九季大风中乡亲们打响大棚保卫战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早上好 我是杨佳 现在这个季节养蜜蜂的蜂农开始忙活上了 在采蜜之前要开始大规模的繁殖蜜蜂 扩大蜂群的数量 咱们一起去朝阳喀佐先看看 你以为的养蜂人都是全副武装 头顶网帽 手带手套 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一高人胆大 徒手开蜂箱 裸眼看蜂王 万蜂从中过 不怕被遮身 马春雨朝阳喀佐人 老马养蜂三十年 不仅了解蜜蜂们的习性 更了解自己的实力 所谓繁蜂说通俗点就有点像大赛之前 专门挑选种子选手 要在开花之前一个月 通过奖励刺激的方法 让蜂王多生产幼虫 交给公蜂抚养 等到春暖花开始 幼蜂正好长大 参与到新一季的彩蜜活动中 正所谓天时地利 人勤快 都得掐算得妥妥的 养蜂是两大集结 一个是春梵 一个是秋梵 这是春天一年最关键时候 外界现在这个时候 也没有什么花草 没有什么蜜蜂 就得人工抚育 培养下一袋蜂 为下个蜜蜂 打击鼠 蜂养不好 你哪来的蜜蜂 怎么干活呀 没有那些劳力 创造不了那么高价值 老马养的是一丰杂交品种 耐寒性不错 尽管初春的喀佐 天气还是有些冷 但只要接近中午 勤劳的小蜜蜂 受到天气的召唤 纷纷涌出风香 乡里有些废物不需要的东西 蜜蜂掉出来 主要是台水 温度打到了 台水这四位小蜜蜂 蜂蜂产卵子嘛 蜂蜂形成幼虫了 幼虫它需要很大的水量 从风香里飞出来的蜜蜂 一般是工蜂 可以说是蜜蜂界的劳魔性选手 地球不爆炸 干活不停歇 不仅可以清理炒房 尿蜜采蜜 还可以喂养幼蜂 采水采石 在春凡期间 工蜂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当保姆 喂养小蜜蜂 确保小蜜蜂可以顺利长大 而养蜂人的职责 就是帮着这些勤劳的工蜂 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这一招是老马特意从南方学过来的 把装有毛巾和水的水平 直接放在蜂箱门口 蜜蜂们不需要在飞很远的地方去采水 节省了体力 也避免了因为气温低被冻死的风险 对于养蜂人来说 每一个蜂箱都是一片小天地 蜜蜂们按照自然的运行规则和本能进行劳作 而养蜂人天天陪伴着这些小精灵 等待甜蜜事业的精彩开启 春季繁风怎么能保证成活率是有窍门的 这都是蜂农们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 咱们看看蜂农老马有啥窍门 蜜蜂家族有自己一套组织纪律 养蜂人马春雨相当于监工 每天观察新生劳动力们的状态 恰逢蜂王产卵刚刚第四天 幼虫呈白颜色 弯曲着呆在一个个草皮中 此时温度是幼虫们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蜂王因为需要温度需要30多多 就是产卵 它就人为蜜蜂就得给你加温 它自己加温 达不到温度 它蜜蜂人家卵缠死在这冻死了 小蜜蜂幼虫是38度左右 对于马春雨来说 控制温度的唯一秘诀就在蜂箱的内部 就是这个皮必须打到蜂多一皮 老马说的皮指的是巢皮 是蜜蜂们一辈子安家落户的温床 无论是蜂王产卵还是攻蜂酿蜜 都要在巢皮上进行 因此巢皮摆放的密度 多少都十分重要 一个蜂箱中 多加或少加一张 都会影响后续的工作 它有时候它整得太松没用 你松了你多加一张皮 它一个温度上不来 往后出现三味风 营养不良 往后期工作出来爬风 你爬风是有点治疗就问题了 这个季节 马春雨的蜂箱 一般都会放上五张皮 是蜂箱里的温度 达到最适宜的状态 蜂箱外只需要一层棉被 就足够起到辅助性的保温作用 为啥你看我当中的蜂 我不选叶子保温光 我不选 因为我的蜂打到密度了 蜜蜂必须它这个密度超过皮肤 外界没有那么高温度 蜜蜂自己通过吃产热 它就抱团 才能打到小蜂 幼虫需要的温度 除了温度 蜂蜂第二大关键因素是 蜜蜂们的饮食 一打开蜂箱 一块块金黄色的粘状物质 备受蜜蜂们欢迎 这些花粉都是蜜蜂前辈们 辛苦劳作的成果 如今成了新一代蜜蜂们的口粮 光有花粉还不够 马春雨还会两天喂一次蜂蜜水 时间必须在早晚天气凉爽时添加 蜜蜂它有勤劳 蜜蜂见着蜜 它就采 你控制不了它 它那个嗅觉特敏感蜜蜂 所以白天你不能喂它 白天喂有容易起到 你说你把蜜拿来了 它闻着花香味了 蜂就让它叮 假如上地香蜂了 它上去抢蜜来了 你说你抢过来 把地香蜂抢完了 抢完了 它就一对蜂出来打架 一只蜜蜂从出生到成年 大概要经历二十天 头三天享受的是蜂王级待遇 可以吃蜂王浆 第四天开始 成年蜜蜂就会自动喂给小蜜蜂蜂蜂凉 也就是花粉和蜂蜜水的混合物 因此花粉和蜂蜜水的好坏 关系到未来的蜜蜂队伍是否壮大 总的来说 春季繁蜂要注意两点 一是通过调整草皮的密度和数量 确保蜂香温度 二是喂养蜜蜂天然的蜂凉 而对于广大的蜂农们来说 蜜蜂繁育的又多又健康 就是一年之际最好的开始 今年咱们辽宁省大力实施大豆扩种 要增加10万亩 都在哪些地区种植什么样的品种呢 进入天下三农了解一下 今年咱辽宁省大力实施大豆油料扩种行动 要求全省大豆播种面积达到165.8万亩以上 比去年增加10万亩以上 在政策上 我省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 适当提高大豆生产者补贴标准 并继续实施耕地轮坐项目 种植过程中 我省将加强优良品种和配套技术推广 筛选耐阴适宜建作的品种 同时将优化大豆生产布局 充分发挥不同地区 不同种植模式的发展潜力 比如说中北部地区 推广优质高产大豆 南部和东部地区 推广高蛋白大豆 西部地区发展高油大豆 身穿防护服 拿着喇叭 骑着马 好家伙 这样的防疫装备 地域特征明显不 地处科尔沙漠南远的 辽宁复新张武县阿尔乡镇 就有这样一支被乡亲们称为 马背110的警队 由于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的地方 有很多林间小路 还有沙漠 车辆无法通行 这给疫情防控工作增添了很大的困难 于是在这些特殊地段 马背110队员骑马上阵 通过建立区域网格化部署 设置分担区 每名队员每天骑马 对自己分担区间巡逻的任务 而且还把疫情防控与治安巡逻 护林防火 风山积木等日常工作 一起都给做了 骑马巡护 看着微风 可工作起来呀 并不轻松 相反更累 但马背110队伍 工作起来 依然是一点也不含糊 为他们点赞 无论是在干活的田地里 还是乘凉地 citoyens 努力 优优独播剧 Finland 我的 budgets 不含人民 做些事情 忙得 你 Cu 想 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聊的一位女子遭到了鸡和羊的混合双打 女子在院里溜达 突然后面窜上来一只大公鸡 对着女子一顿乱刀 女子被吓了一跳 赶紧捡起地上的东西反击 哪成想啊 这一交手旁边的羊居然和公鸡是一伙的 也突然从后面搞起了偷袭 羊和公鸡左右夹击 一下就把原本跟公鸡对峙的女子顶倒在地 这还没完 没等女子爬起来 这只羊啊 再一次发起公鸡 连续三次被公鸡后 女子无力招架 连滚带爬地逃回了屋 也不知道这女子到底是哪一步没走好 惹来了两种家禽家畜联手公鸡 有网友逗趣 这大姐要是脾气大点 晚餐的菜里一定有大盘鸡和烤全羊 相比被鸡和羊联手欺负的女子 内蒙古赤峰的一牧民管起自家养的牛来 那可说得上是驾轻就熟了 在牧民的指挥下 一群牛竟然几乎能 同时向左或者右扭头 像是听到了向左看向右看的口令一样 动作整齐划一 谁要是在牛群前面走过呀 就跟简约队伍差不多 而牛群则是像队列在行注目里一样 不信您仔细瞧 昌途地区十年久旱 去年还遇上了不少大风大雨的天气 但是对于东嘎镇的刘大爷来说 那都不算事 因为他种的包米一点都不怕 黑土地二十多年的老品牌 这么多年在全省各地收获了不少的铁杆粉丝 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玉米好品种也一样 有了粉丝团 沈农大DSE就是受不少乡亲们青睐的好品种 铁岭昌途县的刘德军刘大爷 今年就是第一年种植DSE 效果咋样呢 咱们去地里看看 刘大爷今年试中了十亩地的沈农大DSE品种 就是眼前的这片玉米地 刘大爷给这片地起了个名字叫搬不倒 说到点子上了 沈农大DSE最大的优点就是抗倒幅 它是纸跟纸杆的一个品种 纸跟纸杆啥意思 就像老百姓说铁杆装甲 因为纸跟纸杆它的线维数度 线维数度它就有柔韧性比较好 正常来风之后 可以一刮风给它刮到这些倾斜 甚至于达到这个角度的时候 它已经正常的玉米已经出现那个倒幅 甚至于蛇了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沈农大DSE这个品种 我可以给它拉到这个角度 一送手 它还可以弹回去 所以说当来风之后 它完全不用担心说 首先倒蛇这种情况 玉米抗倒幅 自然就不用担心产量问题了 看看刘大爷这就查上了 6D 七D 八D 还不然16个 16个 16个 这边一半就长得挺好的了 那不是 这挺好的 这个也就接近七两吧 米纸咋样 米纸行 这茶的两个 现在看的话 就是咱们这一赏地的产量 能预估一下吗 大概得有多少 大概能整到两万七左右吧 跟之前种别的品种相比 别的那两万五呗 那也差不少 能多个两千多斤 多两千多斤 刘大爷家是一等地 但同样是一等地的邻居家 不同的品种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这就是普通品种 它的花粉量没达到 一旦雨气过大之后 它就受粉不好 受粉不好就会长成这样 咱可以那个 我看这有的瓣 基本上就 看这个 对 咱可以给它 打开 对比一些 看一下 出的那个下粒了 对 大家可以看 这是咱那些DSE的品种 咱可以说没有出变行 还有 这件是满的 大家可以看 它这花粉量不足 看看它这件是吐 甚至它就是 这个瓣上根本就没长多少粒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差量了 对 这就已经是造成大减差 沈农大DSE品种 瓣长能达到22到25厘米 16到18行 掰开看看 太招人稀罕了 现在可以看它那轴 它属于是 四马尺 大板牙利 大家可以看那轴 只有我这个 大拇指 对 大概也就是 五毛钱硬币这么大的 对 它说它轴非常的细 轴是细有点好 它是马尺 它轴打来的全都是凉 抗岛还抗烙 这样的好品种 可不能藏着掖着 刘大爷说 他要当个宣传员 推荐给周边的邻居 中南黑手地推荐这DSE 总体还满意吗 满意 这个挺满意 满意 下年我还得种点 种点 说中南也不干 年年得 其实不只是种植户 喜欢沈农大DSE 养殖户也喜欢这个品种 因为它是胡耳成熟的 那个牛羊啊 它的嗜口性非常的好 牛羊爱吃 就是养牛羊的 像你们更爱种这类的品种 现在正值玉米的丰收季 不同的品种 效果怎么样 地理就能直接见分晓了 如果您也对我们黑土地 推荐的玉米好品种感兴趣的话 不妨到我们的实验地里 来实地考察一下 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技术人员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 推荐最适合您种的好品种 为保证乡亲们买到物美价廉的好农资 今年啊 咱们黑土地推荐的玉米种子品质升级 价格还没涨 辽宁省内一袋两袋 也是免费送到家 热线电话是024-8652-8168 受到疫情的影响 之前订购的种子和化肥 可能不会马上就送到 但是请乡亲们放心 过几天肯定会陆续送到家的 咱们黑土地一定会尽最大努力 让大伙都按时种上地 热线电话您寄好 024-8652-8168 想购买乾坤105万玉908等新品种玉米种子的 您可以去咱们辽宁卫市黑土地 在省内各地授权的农资加盟店购买 具体位置呢 请您留意屏幕下方的滚动字幕 咨询热线是400-6818-801 有愿意和我们共同经营好种好肥的经销商呢 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6818-801 辽北地区啊 沙土地比较多 种苞米产量也不高 如果再赶上气候不好 那都有可能绝产啊 这里的乡亲们该咋选品种呢 咱们听听技术员怎么说 你说说今年的田啊 不光是水大 它风也大呀 你就像咱辽北的沙土地儿的地方 哗哗大风一刮 满天啊像下沙子似的 今天啊 我特意找咱技术员问一问 就说沙土地儿咱该咋够理 陆技术员你好 你想咱们沙土地儿选啥样的品种呢 像我们这些沙土地儿啊 它的特点就是不饱水不饱赔 我建议大家想像红硕635这样的品种 因为啊这个红硕635这个品种啊 它根系特别发达 抓地特别省特别牢 第一抓地省 它可以继承地下省成土壤的水分和养分 起到一个抗汗的作用 第二呢抓地牢呢 它可以起到一个抗风的作用 大风来了它不会倒 抗烙又抗倒 咱们的新品种红硕635确实是给力 特别适合辽北的沙土地儿 这么看来咱们二鸭这些是没白草 这不它又开启了追问模式 你看哈这沙土地儿保 既不饱水也不饱肥 你说我得选一个啥样的肥呢 能让这个前期不缺肥 后期不脱肥呢 我给你推荐一个欧杰特 这个用48含量的肥 我们这个48含量的欧杰特呀 用的是树脂帮模技术 而且是一个混饰的肥 在玉米生长期 它需要什么肥 就释放什么肥 而且我们这个肥效能达到120天以上 所以我们宝米生长是127天 可以在宝米生长的全周期都有肥用 虽然这种子好肥也给力 但是咱黑土地的技术源小杜 还是提醒大伙 一定要科学种植 千万不要抢伤 否则由于种植时间过早了 地温低导致出苗慢 缓苗时间长 大家伙可就得不偿失了 像我们这些品种 生育期在127到128天 种植时间不要过早 不要说40分人家有种70大半的 我们就去种地 因为我们生育期根本不是一样的 我们要达到辽北地区 达到5月10号到5月20号之间种 就完全可以 明白了 这种地还得问你们明白人 好冗子再遇上好肥料 这就叫啥 因地制宜 科学种田吗 沈阳法库县伊牛浦子镇 是传统的水稻村 最近这些年 有不少乡情都是水田改旱田了 种上玉米了 那这样的地块又该咋选种呢 李淑岚是沈阳市法库县伊牛铺子镇 四家村的种植户 一大清早啊 他家就来起了 干啥的呢 参观呗 去年李淑岚家里种的就是黑土地的明星品种 沈农大L570 虽然是第一年市中 但这品质和产量自己不用多说 乡亲们全都看在眼里 那有的村民们心里该饭喝去了 这都啥时候了 李淑岚家里的苞米还不卖 是不是粮太湿了 伤范不爱药啊 这不有棚子有地方吗 这不他心老心的架起来点 挂多卖点 那有那苞米也不敢等啊 那苞米良知不好的 潮的啥的 那都着急卖啊 这挺干的 今天这挺干的 原来啊 在法库县伊牛铺子镇这一片 是传统的水稻村 最近这二年 不少农户都是水田改旱田 刚种上玉米 属于新手 那在选种子方面 就更加需要一个 阴地制宜的好品种了 水改旱的地啊 它低温比较凉 土质比较疏松 但是呢 咱们沈农大L570呢 在水改旱地的表现呢 是非常突出的 没有出现倒幅的情况 棒子也长得非常大 那地温地凉的能力也比较强 非常适合 像咱们水改旱的地啊 挖地啊 平地 甚至二破地啊 都可以放行种子 它的广似性是非常好的 像咱们 整个辽宁省 吉林省 内蒙 包括黑龙江的第一 第一第二基本带啊 都可以放行种子 超像我那个 也就是那个 包米正出 正换件的时候 那水倒了 那就是啥也没有 就这碗抗浪性 那就是这碗沈什么 肯定是 那就是 干大哦不 干宝 干大哦 如果您家和李舒兰家 情况一样 属于水改旱 土质又凉又疏松 不妨试试 沈农大L570吧 君子兰 不少人都非常喜欢 平时啊 咱们常见的 都是开橙色花的 但您看这个 绿花的 您见过吗 这个在市场上 还真是不多见 安山有一个 对君子兰 非常痴迷的人 他不光喜欢兰花 还挖空了心思的琢磨 用十多年的时间 培育出了 这个兰花的新品种 在安山市 经济开发区 小台子村 有一个君子兰 培育基地 与以往开着 橘红色花的 君子兰不同 这个大棚里的 君子兰 颜色多种多样 其中以大部分 青绿色的君子兰 最为亮眼 有红花 绿花 黄花 有粉花 没听说有绿花 这从这 有这个绿花的感觉 也特别 受人幻影 都喜欢爱好 这个兰花 像绿花 它在市面上 是很少 像这个高老师 这个成规模 成教 还值一花 这个绿花 在东山城 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个600平方米的 花窖内 有近三万株的 绿花君子兰 他就是这些花的主人 高宝斌 今年67岁的高大哥 对兰花 格外痴迷 在养花圈子里 也被大伙称为 花痴 为了养花 曾经他的许多行为 让别人都很不理解 就是过去他就是 有房子 有房子他也卖过 卖过两个人 他就是在那里 卖完 上次养用 完事买点花 买点花 自己鼓动 繁殖 十多年前 一次偶然的机会 高大哥在朋友那里 看到了从国外 引进的 开着青绿色花的君子兰 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从那开始 他就决定买点绿花 自己培育 就是我买花 买了六年 就是坐货车 什么坐车 搭车 拿走去 这玩意儿 刚才是不好买 不是有钱就能买 老费进来 拿走去 听说就去 但是有时候你遇不着 好话你遇到一些 也不卖 给人钱都不卖 人家也喜欢 也喜欢 在十年前 成品的绿花君子兰 并不常见 高大哥只能从别人手里 买苗 而当时最便宜的 也要一千块钱一盆 像咱们刚开始买苗 像买一百个 或者二百个 除十个二十个好的 它看起来是一片了 哪个好 咱这个话就得留着 留着这个话再看 这小苗再看 三年打表 三年不变 都是这模样 这话就打表 为了保证绿色兰花的颜色 稳定达标 高大哥只能用笨办法 等待连续三次花期 颜色都不变 这才能确认 而兰花从苗到第三次开花 就至少需要八年的时间 你看五年开花 三年那个达标 你看它那稳定性强 你别变了 它有时候好了 有时候坏了 不行 这个不稳定 挑出品质稳定的兰花 接下来就可以自己来繁育了 高大哥说 想要繁育出颜色好看的兰花 就像调色板一样 需要自己调配颜色 将不同颜色的花进行受粉 育出的兰花 颜色也会完全不同 而这个过程 有时候还需要一些运气 兰花繁育需要人工受粉 这大棚里成千上万株的兰花 都是高大哥一点一点完成的 六个熊垒 一个齿垒 这个熊垒是供的 齿垒是母的 熊垒你把这个粉夹来 一般都不给一颗花上夹 给这块夹个粉 把这个上 看到没 这个往上一点 点齿垒 这就完事了 点一下就可以 你看这个也是 点一下就可以 为了让兰花茁壮成长 高大哥坚持用自己调配发酵的水肥 给花补足营养的同时 又不伤花 一般你不用花肥 就用水肥 就是臭一点 水肥就是豆子 花生 还有鸡骨架 骨头 熊垒肥 当年不用都第二年用 去年熊垒肥 过年用 十年如一日的钻研 如今 高大哥培育的绿花君子兰 在市场上受到了很多 爱花人士的赞赏和喜爱 高大哥也觉得成就感满满 这会儿还有乐趣 属实有乐趣 你没养 你这会儿就 破花了 这么不一样 我现在我看到花 我就 我没事我就看 哪个上见来 心情好 这么多年 高大哥对君子兰的喜爱 只增不减 虽然在外人看来 兰花之间大致相同 但是在爱花人的眼里 却千差万别 各有特质 而高大哥也在为自己心中 最佳的绿花 而默默努力着 你看这花吧 都有区别 你看这个 袁盛汉 它这背半 这个口还大 这花 你看这个花也绿 绿度够 但是没有多大 没有多长 南中中国绿花 将来也叫安山绿花 也叫安山蓝 安山绿花蓝 前景挺好 但是快叶出来了 就看几年以后能不能打表 如果打表了 咱们这花就出来了 真正是咱们自己的安山绿花 乡妹子小孟 嫁到了东北的北大荒 这波春宫育苗的过程中 来了一场罕见的大风 她该咋应对呢 今天的乡村拍客秀 咱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家积极乐观的重粮人 白不及了 好像那边已经塌了 一动了 看一看大龚最跳舞 刮趴了一动 怎么整 今宫队不动 啊 可以走啊 哎呀妈我锅都倒了 这些物理啊 今天最主要的任务是 保住我家的四栋大棚 大棚保住你看 好 看我带他们的大龚守卫星 看看这是大风险 哇 我的天哪 看这鼓鼓囊唠的好害怕呀 我可久住了 这里现在风地 得达到阵风九到十几 今天是扣风以来 遇到最大的一场风 这边又赶紧加鼓了一些丝带子 把这种大风管给它压住 这样的大风天 谁都不敢在家待着 必须得上大风地来看看 看到没现在风有多大 远处移动大棚也就倒了 这几年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过 这么大的一场风 保卫大棚 赶紧把所有的呼吸工具 再加鼓一下 你八点声音 要不然风一吹声音就跑了 我已经最大了 平时让你过吃点饭你不信 现在好不 这个时候所有前期繁琐的工作 都已经发挥了作用 一遍两遍三遍的钢丝绳 还有这个一米深以下的一个地毛和绷带 紧一紧松一松 再找一找 我爸说现在是西南风转西北风了 要调整风率 啥我也 啥风啥风 我也会没得出来 在大棚子两头的支撑铁管 防止它上下呼道 希望这只风赶紧接受 外面风起云涌 里面风平荡静 这些盗子们 我们在保护你们的家呀 哎呦哎呦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两边的大棚头给它织上 赶紧的这个绷带 这个绷带被飞 风吹走了 茶楼不屑 这要是进去风一下就能周起来 哎呀分分钟 一动大棚就没了 不为谁停下 这边趴了一个枕洞的 哎呦我的天哪 那太可惜了 这么坚固的大棚馆都刮完了 看到这些大棚被风吹塌了 真的是很心痛的 天哪 让暴风险来得更猛烈些吧 挺住我们能赢 挺住我们能赢 挺住我们一定能赢 风里雨里 北大棚等你 这辈子如果你们有机会 一定要来一次北大棚 回家 平坚了 有没有这么想 我们撑起来 我们现在把风再紧一下 现在又把大棚再扣了一遍 一遍不行就两遍 两遍不行就三遍 这只是今天的第一场大风 还有等着吧 树都刮倒了看到没 这么土壮的树都能被刮倒了 今天这场风很厉害 就呼敌了 旋盘再轻一点 都能被这风吹回湖南去了 别说现在的雪还有点甜呢 小伙伴们体验一下 松响了 雪也快进了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一切都会好的 请你相信在你最难的时候 不只是你难 大伙都难 大伙伴们体现了北大方庄家人的畅生 虽然每一年都有大风天 但是今天这场大风 真的有一点点史无前例的感觉 9到10级 大家都害怕极了 风停了 天一点我们撤 太阳出来了 风也停了 我暂时告一段落了 晚上发起不起风呢 这真的是花仙过海 各显神通 回家喽 辛苦了啊 这场幸福 可是这场不太大 那大风开的不是说别的 当里那些央坛呢 那把那些空盘 大家都给你飞起来 我都给你拨打了 拨打了就拨打了 拨手变化 他看这个大树 从中间难要被吹起 一场大晃之后又有活干了 拆火鸡拆火鱼都有着落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为了保证乡亲们 买到物美价廉的好农资 今年咱们黑土地推荐的 玉米种子品质升级 价格没涨 辽宁省内一袋两袋 也是免费送到家 热线电话02486528168 受疫情的影响 之前订购的种族化 大家可能不会马上就送到 但是请相亲们放心